老话说,七月十五鬼门开,因人得令来收债 我出生在这一天,一生下来就没了娘 村里的人都说,我是因人,来搞债务 老爷的,快来干的,鸭鸭鸭鸭死的,大白蛇 好 一年一日,因时出生 就算有柳仙保护,也难活二十一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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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还没心儿,你不要救我,爹 这孩子命患受伤,以后就叫一柳吧 一为阳,又有柳仙为你挡在 希望这个营独能让你平安长大 一柳,慢点,慢点 你们是什么人啊,道士所谓何事啊 三爷,我想求您呐,赐我一挂 不,三爷,我先来的,先给我算 老府平生,只算三千四百九十八挂 如今,你算过三千四百九十七挂 这最后一挂,我要留给我的孙子 三爷,我来用重金求你最后一挂 你要多少钱都是 三爷,只要你最后一挂给我 我保你孙子,身关发财 三爷,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三爷 只要你可救她,我什么都愿意做,三爷 一柳 看来是命中有此一挤 你,过来吧 这孩子,为月艳星,千种怕贱 老妖多难的面相 你这闺女,这二十活破七岁 三爷,三爷,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三爷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三爷,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这孩子命格,倒是与我孙儿相乎相成 再来吧,这最后一挂,送给你了 什么,你送我 我可以祝你花家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三爷,什么事 十五年后,他要与我孙儿成婚 我大县江志,有件事情你必须去做 爷爷,什么事情 这里面有个地址,是我当年为你留下的一名亲事 你必须在二十岁三个日子前 找到这个人,与他成婚 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 下晴天 看来这趟,飞去不可 这个房子地处半山腰 活风活水,火气生财 倒是个东航的 只可惜啊 振空一破损,主者机缘亏好 怕是好景不长了 今天是我们夏家大喜的日子 你要讨饭,去别的地方讨 别来这儿找慧琴 我不是来讨饭的,我是来找人的 你来这儿找人,你不存在 你找谁 夏晴天 找我们大小姐,你也配 我告诉你,今天是我们家大小姐 和罗家大少爷 别来这儿找这儿,安静走 不要让我推给你打 讨婚 夏晴天是我的未婚妻 她怎么能跟其他人讨婚 你晓得呀,我看你是活腻儿 连我们家大小姐的便宜 你怎么不说王母娘是你妈呢 赶紧走,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干什么那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 老爷,就是这个乞丐来闹事 非说自己是大小姐的未婚妻 我这就把她干做,别的碍了您的眼 乞丐,你不是乞丐 夏伯父,我叫江一柳 是奉我爷爷,江三爷的一面 前来迎娶夏晴天的 原来是江先知啊,进来吧 先知啊,你爷爷身体可好啊 当年一别有十五年没见啊 夏伯父,我爷爷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这是当年您和他订下的婚约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 旅行婚约的 哎,这事先不急,你先坐 这婚约一事嘛,当年就是一句戏面 没想到你爷爷竟然当真了 看你特意跑了一趟 夏伯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婚姻哪,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我夏人,那是朱城的一方豪门 而我的女儿夏晴天,那是朱城的第一美人 你们江着,出身相隐 你觉得,跟我们夏晴联姻 这事,它合适吗 你,适合娶我女儿吗 夏伯父,当年您流落街头 带着重病的女儿找到我爷爷求救 是在我爷爷的帮助之下 夏晴天才得以责任 你们夏家才有今天的成果 您现在跟我说什么,满当户盾 你好大的口气啊 小子我告诉你 我们夏家能有今天 他全凭着我夏某人自己的努力 可不是你爷爷一句话能够帮助他 啊,现在这个世道 谁还讲究这种风险是明心的事 你今天来,无非就是要判斧我们夏家 借此的,改变你的命 婚约的事,要再提了 不过,我今天 我会让你拿个资料 这张支票是二十万 拿钱走 婚书了去 你和晴天的婚约 就不幸运 夏伯父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爷爷定下的规矩计约 一旦违背的话 后果哪一股量 你别拿这些下来 没有动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今日啊 要和罗家大少订婚 这罗家 可是朱成的四大赤家之一 罗家大少跟你比 但是云你之分 听我一句话 拿钱怎么 罗少马上就到 你留在这里 不合适 夏伯父 您知识在 您自分 放 罗家大少到 夏伯父 小决今天协大理登门 向伯父下聘 希望您能将晴天许配 好好好 晴天交给你看我 放心 你 这位朋友是 啊 一位故人的后人 来找我要钱的 江小子 钱也麻了 赶紧离开吧 夏伯父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和夏晴天的婚约 您做不了主 我亲自跟他谈 对 婚约 伯父 什么婚 戏言 戏言 当年晴天重病 我也是病急乱头医啊 找了这么一个乡街术士 哄了他几句 什么 当真了 唉 非得恬不知识的 追到门上 和晴天结婚 哼 一个乡下来的狗包子 也不撒趴尿罩着 求取晴天 你配 我不配 难道你配 小子 你看 这个 是帝皇绿如意 价值千万 这个 是999克足亭金条 108个 这个 是天子圣居一号院的房卡 价值三个月 这些 都是我给晴天的聘 好吧 好吧 你有心了 你看 一个穷鬼臭屌丝 你能给晴天什么 我确实给不了这些 但是我能给的 你也无法奇迹 我堂堂罗家 家财万贯全情都城 还有我不法奇迹的东西 我能一言 是下家兴臣 也能一言保晴天一身 百邪辟役 并不住 你要不要 你自己在说什么 并不住 百邪辟役 你以为你是神仙吗 神仙 我看你就是一疯子 江小子 别在这丢人心 我再说一遍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把女儿许配给你的 夏伯父 我也再说一遍 婚约的事情 我只与晴天亲自答 你想和我说什么 晴天你回来了 晴天 爸 罗绍 你就是那个江一流 嗯 我们小时候见过一次 我晴天那年生了一场重病 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 不过婚约的事情 我听我爸提起过 你记得就我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遗愿 我们应该尽早成婚 你爸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你的 你爷爷的事情我很抱歉 但是我不能嫁给你 这么说你和你爸意思一样 我 我要嫁也是嫁给好几英雄 而不是你这种 招摇撞骗的江户骗子 你说我招摇撞骗 没错 我从小接受的便是精英教育 对于这种东西 我尊重 但是不认同 你和我之间并没有共同话题 也不可能会有未来的 你可别忘了 你父亲当年是怎么跪在我爷爷面前 请我爷爷这个江户先生出事 你现在跟我争论这些东西没有意义 说到底是我们下家对不起你 这二十万还是太少了 你开个价吧 你不愿意与我少和你 是为了他 不 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 我的婚约 不受任何人束缚 陈天 你说什么呢 俊逸可是我为你责的两序啊 没有谁 比他更适合你了 是吗 你看不见他 你什么意思 他额骨开裂 命反攻心讨伐 依我看 你王国的女人应该不少的 手上沾染的人命也不少 你这是污蔑 秦天 你别劲道我说 江英灵 你对他有敌意义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这么空口白牙的泼人脏水 未免不像个男人了吧 我是不是在泼他脏水 他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我只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要回婚约 没错 你这种人 不配做我的丈夫 好啊 你竟然敢回我爷爷定下的约 那你就必须承担父母 十二个时辰之内 你父亲必死 说什么 你居然跟诅咒我 你给我滚出去 我等着你来救 你 这小子果然是个乡下 粗鄙无理至极 还心胸险爱 求婚不成 竟然做出这种诅咒 以后不准的他让我们家半步 怎么 这怎么突然这天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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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点钱 住旅店都不会用 这股机器 好凶的煞气 听说这旅馆 刚开三个月 就死了三个人 是啊 还都是自杀 听说有个人自己淹死在马桶里 太邪门了 那老板 请了好几个大师过来 都被吓跑了 这块地 太凶了 哎 这唐小姐 这不是江北首席天使的千金吗 太好了这下有救了 这间旅馆 邪煞冲天 今天 我便将此地破除邪煞 还大家一个安宁 好 好 天地三精 凶惠消散 倒地长存 积极超生 不得 这邪煞怎么变颜色了 不是邪煞 是凶龙 快住手 你干什么 你念错诸文了 再这么下去 会出人命的 你说什么东西 跑来这儿教训我 哎 哪来的习干 真敢打扰唐小姐失访啊 还敢说唐小姐念错了 真是狂妄 难道你比唐小姐更懂 我看 就是个脑子坏了的蠢货 赶紧滚 你别跟着害事 就是就是 就是 你这种人哪 等小姐见的多了 不就是想出风头吗 你又是植被 等我去除死地邪煞 再来好好教训你 想要破掉这里的邪气 不能用驱煞咒 你贸然行事啊 犯了大错 威严所听 你知道驱煞咒 说你是同道中人 为何跑来阻拦我施法 你到底是何居心 这里根本就不是邪罪作祟 你应该用五雷咒处你 现场有这么多人 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吗 能出什么事 我学了十几年道法 用什么证文 才用你这无名小卒来指点我吗 大家 独立邪煞已被破除 大家可以安心了 你真是害人不浅 你再敢胡言论语 别怪本小姐不客气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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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髓入体 不是已经被我去除了吗 怎么会 此地基因 基因之地 恶灵祖生 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邪碎 你居然用驱煞咒 无疑是铸成火上浇油 这些人邪碎肉体 至少走二三年 全都是你干的好事 怎么可能 我可是全门弟子 我爸是全门护法唐正卿 全门护法唐正卿 把他叫过来 我正好当灭我们 全门就是这么叫你们草监人命的 你敢侮辱我爸 那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信不信叫你爸过来 他还得跪下 叫我一声走走 叶 放肆 爸 你来了 就是这个人 我在这儿和我属下 他一直在捣乱 还出言不训 学门弟子唐正卿 建格门主 爸 你干什么 唐正卿 急因恶灵 居然屈煞周处 这不是你教的玄门立法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指护我爸 你住口 怎么跟师爷说 我 他 我 我师爷 唐正卿我问你 玄门立法第七十三条是什么 玄门弟子 不得擅自施法害人 若有为者 轻则逐助是门 众者 费重凶为 你死的明智 今日若不是我在此 就依你女儿所作所为 地上躺的这三个人 早已是失守 你告诉我 他这算不算以法害人呢 门主 小女决意不经 但他并未有权门 不是玄门子弟 你若要处罚 就处罚我吧 别 别罚我爸 我爸不让我 学这些东西 是我自己 爸爸输学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要罚就罚我吧 不是玄门子弟 那为何要随意施法 小女不知天高地厚 是我的书女管教 既然如此 此罪可免 国最难逃 唐正清 回玄门之后 您自行去领取三十的账房 谢门主开恩 还不快谢谢你师爷 谢 谢谢师爷 小三爷 您出自下山 若是没有安排 不妨先去我那里 我好向您赔罪 行 你带路 你这房子倒是不错啊 门主满意就好 您若是需要啊 这房子 就送给您了 那可别 我就是随意下山一趟 对了 以后在外面 不要称呼我为门主 出门在外 还是低调一 是 夏三爷 老爷 夏家来人了 不是说有贵客 不带客吗 让人回去吧 可是 他们说 夏老爷不行了 要您赶紧过去 夏家送了什么东西 说了没空就是没空 你快回来 好吧 夏三爷 让你看笑我了 最近啊 不太平 这上门的人 也就多联系 哈哈哈哈 笑一下 难道是那个小姐 没事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夏小姐 夏老爷的身体包裹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好端端的 怎么会昏迷不醒呢 我们也不清楚 青天 你别着急 一定有办法救过夫的 连最精密的仪器 都检查不出来有异常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已经请了张神医在路上 可是他过来还要一段时间呢 这时来的蹊跷 传统的医学 可能没办法再去 要不我们 我们换个头了 什么意思啊 我让人去请了唐天使过来 或许他会有办法 唐天使 那不就是个江湖术是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可要有人信这个 青天 宁可信机友 不可信机友 况且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不如让唐大使试一试 好吧 唐大使 您来了 请我来有个事 唐大使 您快看看我父亲 他怎么了 夏老爷的这是 中邪啊 中邪 什么是中邪 简单来说 就是煞气入体 在体内凝起 本身的气不出 人自然就醒不来了 唐大使 那你能救救我爸吗 按理来说 可以 唐大使 只要您能把人救救 多少钱 我们都愿意出 嗯 好 试试 大使 这样就可以了吗 大使后 等煞气被逼入掌心 我再把它放出来 就可以了 放心吧 唐大使 唐大使可是有真本事的人 怎么会这样 这是 玄门法术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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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嗯 我说我的说法怎么不行做了 原来 是一个咬由自取变 唐大使 你这 你在说什么呀 你们回了以三月的约定 这件事 我解决不了 约定 什么约定啊 难道 是婚约 不错 那只是伯父年轻时候随口胡舟的戏言 怎么能做数呢 戏言 他靠老爷子改命发家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戏言 现在想 完了 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大使 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救不了 此外天前 人力 岂可逆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办法是没有 据老婆所知 这个若这世间还有一人能逆下来 那只能是他 是谁 我是你 小三爷 是你 我认识 小三爷拿我玄门门主 就是三爷的亲孙子 解灵还学系灵人 婚约的凡事 只有他 不再能解决 江一灵 我没想到 为了这个婚约 你竟然联合同伙 编出这么一出戏来 是 他们分明就是串通好 故意不准 良好把这小子推出 就是为了得到 直到如今 你还是不可信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相信你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把主意打到我爸头上 你们都给我滚 现在国手张舌一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不需要你们在这里装模作样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强行出手 不过奉劝你一句 趁早给你爸准备好后事 你说什么 你 愚昧至极 张沈云 你能看出我父亲的病因吗 老父孤若广文 从未见过夏先生的这种情况 他的五丈六腹正在衰竭 恐怕不输三小时就撑不下去了 什么 连你也没有办法 不过奉劝你一句 趁早给你爸准备好后事 难道 他说的都是真的 谢谢 这本哈龙诀果然精妙无比 除了身体上的修炼 风水干瑜 灰鬼神通 统统不在乎下 不过 爷爷为什么一定要和夏晴天结婚 小三爷 夏小姐来了 江一柳人呢 你来干什么 江一柳 你快跟我回去吧 我怕要不行了 我就是一个神棍 能有什么本事 不去 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你吗 我发言你还不行 你给我搞清楚 婚约是我爷爷定下来的 不是我求着你嫁给我 你不想嫁就别嫁了 我又没有逼你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 你只要肯救我爸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小三爷 婚约的饭事也这么严重 可且三爷下了正手 他的安排肯定有道理 你敢要我 做了 这也是老爷子最后的遗愿 好吧 走吧 老唐 这没什么事 是 这样真的能行吗 我倒要看 他们在搞什么鬼把戏 道的非明道 心皆妄自欣 臉子阵子 十方素惊 不干波波的手 我爸这是怎么了 都是那柳特宝 再这样下去 波波的手可能会坏死 我爸 你自己干什么 赶紧让开 我不能眼睁睁看 你害死我爸 爸 爸 医生 都给我退 小三爷 这可是你的精选呀 这你精精 只要伺候你十年法力 你是女娃 不止天高以后 你可知道谁打的树有后果吗 这 这这虚张声是什么呢 谁能证明是擎天害的呢 你 算了老唐 用着就用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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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一来就出事 还在这搞这些 乍乍乎乎的东西 根本一点用的 我看 就是你们串通好 故意还不会变成这样 老师 我确定慎言 敢对门主不敬 小兄打了那舌头 怎么 被我说中 老说成怒吧 青天 我看这一切 都是他们在背后倒的鬼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 你这独之人 好了 都别说了 不管怎么说 他毕竟把人救好了 青天 你不会真要嫁给 这个香不老 我既然答应了 就会做到的 好 你有种 我倒要看 下家破产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罗叔 罗叔 你看看 都看了什么好事 既然事情已经办成了 我们何时进行婚约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要嫁给你 就一定会做到的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不会嫁给一个 一事无成的人 你要跟我结婚 就先来我公司 当个经理吧 等到时候 事业有成的时候 我们再谈婚论家 啊 还要进公司啊 可是我是悬门中人 不得入事入伤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对经理这个职位 你还不满意 如果你非要我进公司的话 那就让我当个保安吧 你说真的 对啊 行 既然你要当保安 那我就成全你 也行 盐盐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疗疗了就来了呗 不不 晴天 你门口那个喜帕是谁啊 那要穿保安服 站家办公室门口的 当门神啊 别提了 一个神经病 对了 你那个未婚夫 是从哪儿来的 你爸不是想把你 借给罗俊逸吗 也别提了 说说嘛 我都要看看 是哪家大少 把我们夏大总裁 抛走了 什么大少啊 就是门口那个奇葩 怎么会有这种人 还行啦 你就别笑话我了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这次来 有什么事啊 晴天 我确实有事相求 我听说夏伯伯昨天中邪 幸好有高人处有相救 你能不能把那个高人 介绍给我 你找他干什么呀 再说了 真的有中邪这种事情吗 总觉得不太现实 晴天 你不知道我这一天 经历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科学 无法解释的事情 盐盐 你怎么了 这一个月来 我每天晚上都会半夜醒来 浑身动腾不得 我明显能感觉到 是医院有一个人 一开始 我什么都看不到 后面甚至可以看到 一个模糊的影子 他就睡在我旁边 弄我 弄我 盐盐 会不会是你最近 压力太大了 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晴天 我真的受够这样的日子了 你就把这个大师介绍给我吧 我真的需要他 好吧 江一柳 进来 老婆 你找我 应该是这位姑娘找我吧 你说的那个大师 就是他 要不 咱还是去医院吧 我觉得 不靠谱 去什么医院啊 这位小姐命犯红煞 再不治疗的 命都没了 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 大师 你真能看出我的问题 怎么 你不信啊 你 江一柳 你干什么呢 等等 你看 怎么还有这种把戏啊 我手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桃花莎 是有邪随看上你了 他呀 想娶你当老婆呢 大师 你能救我对不对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悬门出挂不问家 只问心 你我有缘 这一挂 我就送给你了 江一柳 你真能解决这件事吗 怎么 你不信啊 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好了大师 我知道了 你要怎么解决 悬门问挂 风水先行 这样 我们先去他家看看 你这个公寓位置很好 风水也不错 看来应该不是问题的源头 那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你把衣服脱了 江一柳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你打我干嘛 我好不容易相信你一次 让你给颜颜来看病 没想到 你竟然想占他便宜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让他脱衣服 是为了给他画符 画符能有什么用啊 你敢保证 你没有动什么弯心思 人命关天的时候 我哪有时间想别的啊 大小姐 按照她的说法 她应该是被色鬼盯上了 什么 色鬼 有人让这些色鬼缠着你 是希望利用你 为色鬼养魂 你最近的气色越差 色鬼就会越加强大 等到他彻底上你的身 你就会惊奇尽亡 干枯而死 一柳 你一定要办法救我对不对 有有有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你肯定会没事的 这样 我先给你画个符 那个鬼就不敢进你身了 到时候等他出来 我们一举尽灭他 好 我这就拖 这样就是 你带着这支符 晚上色鬼不敢进你的身 不过你千万要记者 符符 一定不能碰水 好 云云 你怎么了 我总感觉身上发痒 没洗澡就睡觉 毫不习惯 可是一柳说了 这符不能碰水 那既然如此 要不然 你去擦一下身体 你说的对 只要尽量不碰到符 就可以了 部份 我来整个户 尽量不碰到符 来了 景天 景天 天地我见过便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妍妍这是怎么了 这服为什么少了一脚 怎么回事 你眼睛我哪看呢 妍妍睡觉前 拿毛巾擦一下身体 应该是那个时候擦掉的 胡闹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个服不能沾水 你又在装神弄鬼些什么呀 我看 就是妍妍最近压力太大了 精神出现了恍惚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她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 会被鬼给害死的 神经病 大半夜不睡觉 你们干什么呢 你还说呢 你刚才差点把我掐死 你还能睡得着 你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啊 江一柳 她来过对不对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你救救我 她已经上过你的身了 还有你穿上她的衣服 看来不把你给弄死 她是不会罢休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死啊 一柳 我看妍妍现在精神状态 不是很稳定 这样 你先安抚好她 等改天 我带她去医院看看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人知道你的生辰八字 我弄不死这只狼狂 肯定有人在从中作梗 知道我八字的人 只有我家里人 如果真是我家里人干的 你不会放过她 好重的杀戏 愣着干嘛 走啊 一时马上就要进行吧 沈妍那个死丫头还没联系上吗 妈 妍妍可能在忙着呢 她电话也不接 那不咱们往这儿退去 那可不行啊 今晚是凉神局 这可关系咱们沈家的未来 那得赶紧找人把她找回来啊 查尔说得对 电话不接 上家去找 房你要把人给我绑出来 好啊 我知道了 可是 爷 我一个死丫头 她的死 被保我们沈家 百年荣华 这是个坟坟 哇 这可是你夸算了 这我以后可要继承家族呢 可不能在这关键时刻出个岔子呀 哇 奶奶 你们是在做什么 这男的谁呀 你们是在做什么 这男的谁呀 姐 你回来的正好 我刚刚还得找人叫你呢 来来来来 来借借 这位呢 是我们跟你的老公 什么老公 就是这位陈大师啊 这可是鬼门的 折到天使 姐 这可是我们 花了大价钱给你找过来的 既然回来了 准备一下 晚上跟陈大师结婚吧 你们疯了吧 竟然让我跟死人结婚 不许胡言 你跟陈大师拔字相望 他娶了你 会给我们沈家带来百年的富贵荣华 你们是富贵荣华了 那我呢 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吗 爷爷 你就别任性了 让我跟一个死鬼结婚 做梦 放死他 跪下来给陈大师赔罪 你个贱人 我们还怎么沈家呢 赶紧给大师赔罪 放开我 他看我 他看你 说明他喜欢你 不记钱 快给他谢谢 不过来 我跟你说 八字还有婚事物 已经烧给陈大师 这可以为我得你了 我不要 我不要 住手 医疗快救人 爷爷你没事吧 叫医疗 那个照片刚才看我 下乡姐 这是我们家事 你一个外人插手 不好了 那么谁啊 敢动我 老是弄死你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相信这些 子虚乌有的事情 强迫嫁娶是违法的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 报警 警察来了也干涉不了 我的家事 我警告你 你要是坏了我的好事 我让你们下家 吃不了 抠地走 反正我不会 丢下妍妍不管的 我们走 走 往哪儿走 来人 你们乖乖在这待着 一事举行完了 我自然会放你们走了 我不要 我不要嫁给那个人 江亦领 你快想想办法啊 现在想起我来了 放心吧 有我在 没有你 姓沈的 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这就是你的办法 江亦领 你这什么狗屁办法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 还怎么逃出去啊 反正那只老鬼 已经盯上他了 逃也没有办法啊 倒不如留下来 解决问题 亦领 你有办法解决 嗯 你能有什么办法 再过几个小时 爷爷就要结婚了 你真的要让他去结婚啊 他不能去 他去的话必死无疑 那谁去啊 我去 你 人家沈家人又不是傻子 你一个大男人 爷爷这么瘦 你怎么假扮他 是啊一流 就算满过我家里人 那只鬼也会发现你的 嗯 瞧好了 滴滴血上来 哈一口气 又在装神弄鬼的 搞什么呀 你看看我试试 啊 颜颜 你 我刚刚明明看见爷爷 我看错了吗 一流 你真的变成我的样子 我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你家里了 就算是那只老鬼 也发现不了 这世界上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 你是不是在变魔术啊 你认为是就是吧 可是一流 当你带我去 那你岂不是会有危险 区区一只老鬼 我不放在家里 只要我与他晚婚 或者天地契约 我就可以杀 只不过 你家可能要走三年的恶 这没吃吧 我早就不把他们当家人了 等这事一过 我就脱离沈家 笑什么笑 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我才做这么大的牺牲 是是是 你辛苦了 一流 之后我一定 给你包个大红包 行了行了 一会儿晚上的时候 你千万要躲起来 不能出来 要不然你气息暴露了 我的法术就不灵了 林安 你快到了 还要忙了吗 嗯 好了 把鼻 我摆天地 一拜天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中期对拜 李腾 送入对房 姐 你可别怪我了 这牺牲你一个人换家族的百年才华做鬼 这傻子都真的怎么学 那 这以后呢 我就给你多烧一点纸钱 我这都不好吃 弟弟这个纸钱还是给自己留着吧 身子这么穴 怕是也活不久了 来人呐 快放进医院呐 门锁了 这还得要一会儿 先睡会儿 来了 小美人 我来了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我是谁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我是谁 啊 怎么 怎么是个男的 你骗我 你这个老色鬼 死了还不按赏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祸死了 还想娶小姑娘 做你的春秋大梦 我 我杀了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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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叫你死 叫你死 把你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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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开 这下解决了 什么 哎 奇怪啊 我这出来腿还没事呢 啊 没事就好 别打掌我了你啊 坏了陈大师的好事 这陈大师怎么还没完事啊 难道是变成了鬼 难事都那么久了 对 难事 别说好了吧 赶紧直到是上香住了一毕之里 好嘞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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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师 别鬼吼鬼叫的了 这个老鬼没得救了 新娘怎么会是你 你对陈大师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就是抽了他几鞭子 你怎么了 啊 你敢管我们家好事 你受死 嗯 卖雨求荣 算什么好事 都是你这个贱丫头 你把他们带回来 害了我们沈家 也害了陈大师 今天我打死你 啊 这老鬼的魂飞破散了 你们还关心他做什么 还是好好想想 这天地魂起失败之后 怎么承受这个恶果呢 是反噬 怎么会反噬 看来给你们交易的人 没有告诉你们 婚起失败 邪恶三人 重则 断子绝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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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不易 僻自毙 我们走 一柳 晴天 多亏由你们这次 盐盐 如果他们下次 还这样对你怎么办 沈佳人下自顾不暇 我先出去避避风 那如果他们下次 还用这种手段对你 怎么办 我这里有一个符 你拿着 那些脏东西 不敢进你的身 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你就把它烧了 我就会知道你出事了 谢谢你 叔叔 我们能帮到你就好了 晴天 既然你不喜欢一柳 那不才能给我怎么样 你干嘛 盐盐 说什么呢 一柳是有真本事的人 你既然不要 那我要 随便你 我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人 喂 下酒不好了 她是一样的 你说什么 表姐 你可算来了 公司发生什么事了 夏青天 那罗氏集团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间强击我们的生意了 截止目前为止 公司亏损已上千万 再具体这样下架 公司怕是要破产 表姐 罗氏集团到底怎么回事啊 截止目前为止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有点稍不高兴啊 我 晴天 逃离得怎么样 罗俊逸 你怎么来了 罗绅 你来得刚好 你们刚好聊到你 罗绅员 之前 咱们不都是合作关系吗 你怎么 他却要问问你们夏总 夏青天 你到底做了什么 可别害了公司 罗俊逸 你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 不要拿公司的生意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谁要回商业可以 我只有一个想 那就是你嫁给 我不会嫁给你的 夏青天 你别给脸不要人 别忘了 你们跟王氏集团的下落 都是我一手促成 没了这个下落 你们公司立马就得宣布破产 罗绅 罗绅你别从动嘛 万事好商量 表姐 罗绅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这别吗 我已经有婚约了 婚约 什么婚约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 是我爸之前给我订的一门亲事 那就是一个香巴佬 你宁可跟一个香巴佬结婚 也不愿意接受我 敬酒不吃吃拔铲 你们下次呢 我说 如少女万万不可呀 晴晴 快给我上一根丝 快 夏琴姐你就答应吧 夏氏家族是几代人的心血 不能毁在你的手里啊 表姐 罗绅哪里比不上一个香巴佬 你是不是疯了 既然这是你的选择 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老姐 你快给我去去罗绅 罗绅 除了让我嫁给你 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要问你愿意陪我睡一会 我应该你放开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表姐 我们是要对你一往前伤 你们俩是交够在一起 是件好事 你说什么呢 你放开我 那 又是你 那你干嘛唱 快住手 我 居然让他罗绅 罗绅 你没事吧 居然敢打我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没完 罗绅 他不是故意的 在这边 除非嫁了 再打断他的动力 让他给我跪地认罪 你们都别想好过 抱歉 这两件事 我都做不到 秦天 我说我罗绅怎么能 爸 你怎么来了 不来 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见你把公司搞没了吗 我没有 被说了 我都已经听见了 罗绅 罗绅 秦天啊 不懂事 你呢 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起家 秦天的公司 我做主 但是人家里 这还叫我 那这个废物呢 我心 愣着干什么 还不滚过来 给罗绅 跪下 我将于柳跪天跪地跪祖宗 不会跪狗眼看人低的狗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冒我是狗 混账东西 敢这么跟罗绅说 你送个什么东西 也敢打我 是 好了 都别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嫁给罗军义的 好 你们有种 罗绅 罗绅 表姐 你这么护着这个废物 我看你怎么向家族人交代 家老夫对着怎么办 你们都先走吧 剩下的事情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要不这一巴掌你打回来吧 打完了 你 这一巴掌 我会去找该要的 不要 没事 王氏集团发话说要收回合同 你看我们做的好事 爸 这怎么能怪我们呢 你要是答应嫁给罗兽 王氏又怎会收回合同 还有你 我看你就烦 赶紧给我走 爸 一柳好歹救过你啊 要是都能惹来麻烦我 还不如死了亲近 了解 我说你读书的读哪里去啊 这么护着一个废物 真是想 哎 放心吧 这件事 我能解决 你 你能干什么 去罗绅面前太大神吗 真是笑死人 行了别说了 或许你在风水一道是挺厉害的 但是声音场上的事情 你不能唱 王经理跟罗绅是好朋友 要不 你取了少年钱 道个歉 是喜爱的吧 就一下 真真说的对啊 晴天 你还是给罗绅打一个电话 就说 你晚上要 登门谢罪 我不明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公司丢了这么多的合同 那跟你没有关系吗 如果被人纠缠是我的错 那就当我错了吧 晴天 你这丫头 我不消消气 晴天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的 晴天 小三爷 您终于联系我了 晴天 你要去哪 我去找王经理 谈一下合同的事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争取一下 我陪你去吧 好 我先上去了 一会儿 您可别给我惹事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么容易惹事的人 行 放心上去 请问是姜先生吗 我们董事长已经在等您了 带路吧 这边请 您好 我是夏晴天 今天下午跟你们约了王经理见面 好的 请稍等一下 抱歉小姐 我们王经理正在开会 你先等等吧 开会 行 那我等一下 已经两个小时了 你们王经理还没开完会吗 我们王经理可是大盲人 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什么意思 你们是故意的 等我们俩可以走 敢闹事的话 我叫保安了 小三爷 我终于见到您了 来快请坐 小三爷 您见我这次有什么吩咐啊 我是为了夏氏集团来的 我需要你恢复与他们的合作 最好是让夏氏公司起死回生 和夏家的合作 我明白了 让那个小王刚才过来一趟 好 爸 找我什么事啊 你和夏家的合作怎么回事 啊 那个呀 我哥们儿楼金义 想让那夏行天了 但那小娘们呢不知好歹 所以呢 就让我取消合作 教训一下 哎 你别说 那小娘们下午就来找我来了 我愣是亮她一下午 没见 什么 你让人把夏行天给我赶走了 是啊 那小娘们给脸不要脸 她就是归要求我 我能不见 哎 你他妈谁呀 敢打我 你信不信我弄和你 哎 你给我放尊重点 爸 他 打我 这是咱们玄门门主 啊 呃 他就是那个一言可定生死的 玄门 哎呀 我做我做了 哎呀 你大人不你想要过去 你原谅我 夏晴天是我未婚妻 我未婚妻 哎呦我饶命 过了 这大人不你想要过你 饶小的 小三爷 这张是我们王氏集团的黑卡 有了这张卡 您就是我们最尊贵的客户 您可以任意消费 就当这是赔罪了 当然 玄门的规矩我都懂 这不是您要的 是我自愿赠你的 行 那我就收下了 以后少让这个小子出去沾发热草 如果你还想抱 孙子的不怕 小三爷 你什么意思啊 他身起回风 印堂又非不平 应该是在外面惹了不少的情债 好好注意一下 久而久之会形成恶上 还不快快 谢谢小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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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事我先走了 小三爷您慢走 夏晨那边怎么样了 放心吧罗上 董事会那边我已经收买好了 明天他们就会给夏晴天施压 到时候 他就会乖乖送上门了 臭 等到我手里 我要让他全生不了 求死不了 还有那个姓姜的 我迟早让他跪在我面前 像条狗一样爬着 罗生啊 到时候 可别忘了你们答应我的事 我就是一个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只要事情能成 有的是好处 已经酸甜了 王氏的下方 下方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看来啊 只能去求罗哲大少爷了 我知道表姐拉不下这个铃 放心 我已经跟罗盛联系过了 只要你肯去这个皇亲 跟我上喊了 和你们的事 我直接能出去 晴天 我们知道你心里委屈 但公司也不只是你的下意 也是我们以代人打听出来的 你怎么能眼睛睁睁的 看着公司毁在你手里 怎么就毁在我手里了 我做错什么了吗 晴天斗 知道爸爸一个吗 就是公司 不许能 这件事情 我已经解决好了 晴天 真是迷糊糊子 白发傻子算 帮我呢 一灵 你怎么过来了 你先回去吧 晴天 我都安排好了 王家的人 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晴天 不说八道 晴天 你要是嫁给这个骗子 才是葬送了你自己的信物 屁人 我少爷不比他强一把 我们知道 就算你是江三爷的孙子 我也不能允许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报复 咱们一直合作得好好的 您 难道还需要有什么改动吗 我们决定收回上一次的合同 别啊 郭文明 你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一定好好完成 对啊 我们跟着罗叔都已经预定好了 明天今天晚上就去找他 什么 老吴敬义 千万别找什么吴敬义啊 王家的人 您什么意思 我今天是来通知你的的啊 上次的合同作费 这是我拟定的新合同 下下这 你开一下 什么 什么 王氏集团让利百分之七十 什么百分之七十 上次啊 多有怠慢 这次啊 我特地是来陪主事的 您前面没建议啊 如果您觉得合同没问题的话 你就签字吧 哦哦 好 好 那没没事的话 我就不打扰了 好 好 这真是太好了 可是 王氏集团 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莫非 真的是你做的 可是 王氏集团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 莫非 真的是你做的 我都跟你说事情解决了 你还不信 怎么可能会是你这么瞎的 他怎么可能认识王家 这件事 说不定是罗绍做的 罗绍和王宗宁关注好 只有他 才能让王宗宁改变主意 这么说来 我们还得改变罗绍 罗俊逸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了解 你不会真的相信 这件事情是那个香发老子 他有什么能耐 让我们不加美 可是 你们爱信不信 反正现在事情解决了 今天 他不用去找那个姓罗的 表姐 人家罗绍对你一片惊心 你啊 别辜负了人家一片好意 别说了 我是不会去找他的 不是好 主内 跟王家的这次 是一件大喜事 正好啊 过几天 是我的寿宴 我们举办一个庆宫宴 怎么样 好 到时候还原主任 帮你啊 好 一定 一定 不需要 来 喂 你快放 别打扰老乡 别忘了 我认我 好 您放心 我突然拜访了 夏晴天 一定会跟我结婚的 罗绍 不好了 出事了 夏晴天呢 你说什么 不是 喂 你他妈怎么回去 谁让你把合同给下架 家家背后有个大人物发话 你个傻屁 老子差点被你害死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你出尔反尔的狗东西 你真能不能气死 大人 夏家能有什么大人物 连王家都不敢招人 难道是那个江一里吗 不可能 不行 我得问问那位先生 哎 古少爷 夏家似乎找到了什么靠山 我的计划失败了 既然如此 明天我派人给你送个好东西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好好好 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就先谢过您了 哎 我就不信了 区区一个夏晴天我还搞不定 这些服务你换上 一会儿陪我去参加晚宴 你让我去见你的家人 你是我夏晴天的未婚夫 有什么不好见的 好 我一定好好表现 我可不期望你在我长辈面前给我张脸 你到时候跟在我后面 可别乱说话 小三爷 小三爷 您有什么事吗 今晚是我岳父的寿宴 我想给他准备一份贺礼 我明白了 既然是小三爷的岳父 我们王氏集团也应该前来祝贺 那就多谢你了 小三爷不必客气 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 大哥呀 我们没来晚吧 都是一家人 到了就好 姑妈好 哎呀 晴天呐 要不是你呀 我们公司那都支撑不住了 你可真有本事啊 你说拉来王氏集团和我们合作 哎呀 不过你看人是真的有本事 你说摆着豪门公子你不要 非得跟个虾巴佬 干嘛 别说了 虾巴佬怎么了 你自己不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怎么 嫁了人了就忘了自己的跟了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自然是眼睛看出来的 够了 都别吵了 晴天 我说你带他来做生日 爸 我跟一柳的婚约是认真的 这事先不要说了 今天大喜的日子先不做得行 大方 这是上品的野山参 价值五十万 祝您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好啊 你有心了 你跟小雪你们俩 狼才女貌 真宝贝 魏东啊 那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他在上市公司当经理 上市公司的经理 年薪应该有几百万吧 怪不得魏东姐夫出手这么过重 这也都是些小东西 没什么 哎 这位就是表姐夫吧 能做表姐的老公 肯定是人中龙凤 不知道您现在在哪里高救 他们还没结婚呢 而且他呀 在我们下市当保 好 魏东姐夫 你跟他不一样 江一柳 就是来到上门女士的 好 夏珍珍 你不如少说两句吧 江一柳 这是大伯的兽链 你不准备个人就罢了 就知道这 嘿呀 他就是从乡下来的 我们 都跟他说不到一块 他不知还会干什么呀 他当保安一个月就得三千块钱 哪有闲钱给大伯买兽链 就别为难人家了 伯父 祝您 福如东海 寿敏安山 哎哟 这不是罗上吗 伯父 这块上品羊指玉雕的玉膜 是我在开卖会上 花一百五十万本下的 祝您 福寿天祺 哎呀妈呀 一百五十万的玉膜 好 这份贺礼 我喜欢 君 作业说 罗少 我叫魏东 我是夏晴天的妹 等等 你妖精也该敬我 我可是你未来的姐夫 江一灵 你什么意思 江一灵 你给我闭嘴 给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又是未来的姐夫 要不是言为你 晴天早就嫁给罗少了 我们夏家至于失去 这么好的成龙快叙吗 我这次来 其实也是希望 和晴天的婚事 能有转换的余地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是因为姓罗的 抢了你们夏家的项目 所以你们公司才要破产的 这话 江一刘说的也没错 罗少那就是心软 那不是也把项目给我们了吗 是啊罗少 王氏集团重新跟我们合作了 这事是不是你提出来的 啊 是 我这不是 怕晴天难过吗 要我说 非论罗少了 要不王氏集团 能改变主意吗 这块玉 摸起了手感 如此细 真是个好东西啊 婆婆 这玉 有镇宅安神 滋养人性的功夫 放个家 可保家宅 百年平安 真的 等等 依我看这块玉佛 不能够放到家里 江一刘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怎么 这块玉佛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该不会要说 我送夏伯父的玉是假的吧 江一刘 你懂玉吗 这 的确是上品的杨之玉啊 经验没了 不懂装懂 也不嫌丢人 我没说这块玉是假的 我只说 不能入斩 难道 他看出来这玉佛有问题吗 你这个臭小子 三番五次跟我作对 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话 信不信我立马飞了 臭小子 煎毁了我的玉 你找死 这可是价值一百五十万的玉 你 你居然给折断了 一百五十万 依我看 是分文不值 刚才 晴天明明的是说真的 你是不是故意了 江一刘 你是故意来欺贴我的吗 爸 你快认错呀 没事 晴天 你看看这块玉佛 这 这是什么 这玉佛肚子里面 藏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什么 你是 小王老就是没见识 这玉佛是拍卖会上的宝贝 开过光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是一尊和欢府 出产于东南亚 是一尊邪府 这玉佛肚中藏了些骨灰 若是放在家里的话 煞气极重 女的沉迷于倾色 男的惊气浩尽 轻则大病一场 重则家破人亡 江一刘 你胡说帮到什么呢 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 骗子就想 就是 一定是你故意动了什么手指 这鱼本来好好的 肯定是你弄坏了 找碎口开脱呢 真晦气啊 好好整业 只要那个废物个毁了 晴天 你瞅这这废物啊 给我们下家的脸都丢进了 晴天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看啊 他招摇中心的本事 越来越大 晴天 这 就是你找 好夫婿 神贵一个 丢人现眼呢 是 你若不信 后果自负 你若不信 我相信你 晴天 你别管他 赶紧让他走 我说下家 一个没本事的江湖骗子 被揭穿了就想死 哪有这种 破坏了我的玉 没几年 对对对 我拿出一百五十万了 沐晨走 别说一百五十万了 他会儿身上要加钱 那一百五十块的 请问这是夏先生的寿宴吗 没错 你是 我是王氏集团董事长派来送贺礼的 玉如意义饼 价值两百万 百年灵芝价值三百万 这两个金牌 是王氏集团董事长 为夏小姐和小三爷定制的 祝两位百年宝贝 董事长 竟然被人这么厚的你 哎呀我的天呐 这也太豪气了吧 小三爷 你就是一个 在座哪位是小三爷 你会是罗少 罗少在家排行就落三 啊 那应该是王家的人 看在我的面子上送来的吧 原来您就是小三爷 董事长就在外面 什么 王董事长亲自 快快请董事长进来 王氏集团王明拜见小三爷 王董事长 我是小三爷 我就知道 之前一定是王庄 弄错了您的意思 你是谁呀 我是小三爷呀 够多 他敢冒充小三爷 我就是啊 我在罗氏集团排行老三 原来就是你得罪了小三爷 从今天起 王氏集团和罗家断绝合作 什么 把他给我丢出去 这怎么可能 你们敢动 放开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王董事长 如果不是罗少 那你怎么跟我们合作呢 当然是看在小三爷的面子上 不然你们小小一个下降 怎么能让王氏集团令人相看呢 小三爷 原来您在这可让我好找 辛苦你们来一趟 不行不行 既然东西中到了 让我们生动 嗯 回去吧 刚才他说 他是 小三爷 那我们是一家人呢 哈 是啊 姐夫 你认识王董 怎么不早说呀 就是就是 你认识王董 那你看你早说 你不至于我们 对你 那样 一灵 公司的事情 真的是你办成了 没错 是 姜天智 这是 人不可貌相啊 你跟青天的婚事 我同意了 答上王家这次的关系 那肯定能飞黄腾塔呀 你 怎么认识的王董 我之前救过他一起 他答应要回报一次 所以我就让他把核档送回来 答应 只报答一次 那 这报答完了 谁愿意跟你这个废物搭什么关系 没有 红色 原来是这样 哎 以为摇身一变 成了香 咯咯咯咯的你 哎呦 猫呀 还是那个穷酸呀 难怪对王董那么冷大 真是不会保持 像你这种 这辈子都成不了大事 你们都说够了没有 真是一帮墙头层 一柳 我们走 你瞅瞅这孩子啊 咱没大没小的呢 今天晚上的宴会 我嫁来人对你不太好 对不起啊 我 没事 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不管怎么说 你帮我拿回了合同 我还是要谢谢你 这份合同本来就是你自己争取的 罗俊逸他不过是使那些手段 抢了过去 我真是误会远处 小心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这个僵一点 就有点歇门啊 难不成 他真是有本质的人 他却是误打物状的人 真要那么厉害 还能是现在这副穷酸样 要我说 我们还是得拍上罗上 这样我们下家 才能告证 夏晴姐 给你好果子你不吃 那就不要客气了 把东西带上 看出来借我 没见 现在公司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财俩什么时候成婚 你不会是想凭着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就娶我吧 钱财乃是身外之我 只不过因为我是悬门之主 不得入事入伤 一挂求财 否则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这才是你不做经理的理由啊 对啊 我还以为是你不思进群了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爸 他只是装傻了 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 一流 你能救救我爸吗 放心吧 我可以救他 我都能倒地上了 你吓死我了吧 一流 一流 你没事吧 真是趁我病 要我命 海岚 天地学好听 好令 确定 一流 怎么会这样 我爸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夏不负身上的东西特别难占 比当时沈颜遇到那只色鬼 还有眼珠 这可怎么办啊 放心吧 我已经让老唐去收集材料了 到时候我补个阵 一定可以压制你的命格 是不是当初早点相信你 完成婚约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你对这些不了解 自然会独行 放心吧 有我在没事的 风刀 霜剑 纵香 爱的 一年 三年 都是 爸 大晚上的 你唱什么戏啊 风 几 都是 爸 你干什么 新娘子 一起来呀 救命 放开我啊 放开我 我爸怎么会变成这样 事情不是隐形解决了吗 不对 煞气不是你也认为 煞气的源头 在你家祖坟 祖坟 是不一致 我们得赶紧去 我跟你一起去 青天 这太危险了 我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后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面对 好 我们一起的话 事半功倍 江云灵 你说我爸会有事吗 放心吧 他现在在唐家 有唐政卿在 他至少可以给我们争取三天的时间 听说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请过好几位风水大师 看过祖坟的位置 怎么会出事呢 我爷爷是风水职 就算是他被法术反噬 也不会让唐伯伯斜碎上身 这么邪性的法术 想来是你家祖坟被人动了水墙 祖坟被人动了手脚 后果极限 不只是你爸 你 甚至你们家 都会出事 竟然这么严重 风水旋理这枚学问 高深无比 轻易不能动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在从中作梗 定让他有来无回 玄武为山 青龙为世 虽然比不上龙脉 也算是不错的风水鼓鼓 可惜就是少水多盐 不利于子孙的繁衍 我爷爷奶奶孩子确实傻 到了我这辈 其实只有我一个 祖坟在哪 在哪 那里有问题 这里有股臭气 是从坟墓里 带出来的死气 你是说 这下面被人埋了东西 这个位置 在一家祖坟的正东边 正东为正瓜 代表着长子长孙 所以夏伯伯才会首先出现问题 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那 是不是我们只要把东西挖出来 就算破解了 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一种邪咒 得用特定的方法才能解咒 不过解咒之后 背后的人也会遭到反噬 我们就可以趁机将它抓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做 现在天色未暗 邪雾不敢出来 我们先等等 晚上再来 啊 晚上还要来 你还怕 我不怕 这里面埋的是我爷爷奶奶 我相信 他们会保护我的 他们不会保护你的 但是我会保护你 行 我们先去准备点东西 好 这什么 黄芪 放泉水 这泡面 也能去咸吗 你不用吃饭的 大小姐 这浴服你戴上 晚上墓地 阴气重 有它在 那些东西 不敢伤你的身 晚上的行动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 咱们现在准备它们 等此时一到 邪灵就会出来 等它出来了 就从这 邪灵出来之后 我找机会牵着它 你把水泼到它的身上 黄芸为煞 这使用无数人能解决什么煞 煞灵会在每日子时 出来吸收运火 我出去先知道 你找机会是什么 谁呢 你 过来呀 我却这么凶 晴天 就是现在 你这 这什么呀 我怎么拧不开 晴天 晴天 晴天你没事吧 晴天 你醒醒 晴天 美工店 租紧沙通 想要父母 屁出其中 晴天 晴天 你有这么厉害的法术 你怎么不早用啊 晴天 很伤 你没事吧 没事 施政的人 伤得比我还壮 快 去把他们藏的东西挖出来 又快 好 好 啊 找到了 别动 小匹子 很快 老师 啊啊啊啊你怎麼了 我不是說 不是你救救我 我一到晚上渾身都疼 好多我想死啊 你想到夏星天身邊的人竟然有這層人 你知道 我知道你是怎麼了 你快救救我 把他吃了 吃 吃 不想死就吃 我去 我去 我每次交代你的任何都是 你該當何對 我也不知道 那你江一六這麼有本事 江一六是 又是江家的 顾少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保證 把夏星天給你帶回來 不 夏星天改天換命 以脫離六道之外 是開啟鬼的鑰匙 如果他不肯為我送去 不擇手段 也要把他給我帶來 我知道了 我這就是辦 快辦 謝謝 夏伯父怎麼樣了 夏老爺已經醒來了 夏小姐正在照顧 那就好 這個皮胸你之前見過 沒見過 但這上面乃是血沙 是一種中央血树 此事十有八九 是鬼月門所為 鬼月門 倒是聽爺爺提起過 是與我們僵屍 一生的宿敵 不錯 玄門但是天使重 而鬼月門卻是起名 無才害命 許多年前 三爺率領玄門弟子 將鬼月門逼出國境 現在他們又回來了 還暗中串出了不少敵手 可是這個鬼月門 為什麼要對夏家出手 就 我也不知道 夏三爺 您現在出山入市 對風水界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鬼月門肯定也走到風上了 他們弟子眾多 勢力龐大 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只是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會再對晴天笑什麼 雖然不知道他們會做什麼 包括兵來教党 水來桶園 只要我和晴天 樹立成功敬佩 說得也是 小三爺婚禮即將舉行 我在這裡先恭賀小三爺 哈哈哈哈 什麼 你要結婚了 許久不見 你的術法修行的如何了 是否還和之前一樣 隨意亂用啊 你才亂用呢 我之前那是 沒學明白 沒大沒小 還不快喊師爺 他還未入旋門 這聲師爺 還是等入門之後再叫吧 小三爺 您的意思是 小女可以進入玄門 天姿尚可 好好修煉 假意十日 一定能夠接任你的位置 哈哈 多謝小三爺 好不快跪下師爺 謝謝 謝謝師爺 好了 那我先走了 小丫頭好好修煉 希望以後能在玄門見到你 一柳 這次多虧了有你幫我 要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 你可是我老婆啊 我不幫你幫誰啊 對啦 我爸 已經同意咱們倆的婚事了 真的嗎 那太好了 那我們趕緊晚婚 完成我爺爺的遺願 嗯 江一柳 哎 一柳這個名字 是你爸給你取的嗎 怎麼那麼奇怪啊 是我爺爺給我取的 我出生的時候 有一條大白蛇死在我家門口 我爺爺說 這是柳仙保佑 我才能平安長大 而且我的八字幾英 一這個數字氧氣重 所以才叫一柳 原來是這樣 那 如果 你爺爺讓你跟別人結婚 你也會跟他結嗎 那是當然 我爺爺可是神算 他讓我做的事情 自有他的道理 嗯 嗯 那既然這樣 姐要婚你就滾蛋吧 哼 這個女人便臨怎麼這麼寬 剛才明明還好好的 謝謝 你 你怎麼突然過來了 你明天有時間嗎 我家鄉有個習俗 我們結婚之前 要回鄉祭祖 行 我明天跟你一起回去 嗯 這裡就是我家子的 怎麼只有一個牌位 對了一了 我們是不是 也應該去拜見一下你的父母啊 怎麼 醜媳婦也要見公婆啊 你才寵呢 我命里放五必三缺 課父母 我娘在生物的時候就去世了 我父親也被爺爺趕走了 這樣啊 對不起 沒事 來 爺爺 我帶景天來看你了 這顆箱在我們村裡叫平安巷 只要它能順順利利的燒完 就代表我們的婚約 一定會順利的旅行 以後也會平平安安的 好 我們走吧 請 我 站住 有請檢嗎 我可是羅家的少爺 以我們跟下家的那種關係 需要請檢嗎 讓開 偷 沒請檢可以進嗎 我怎麼知道 不管了 要是攔錯了人 倒楣的可是我們 現在這幫公司哥 最喜歡半窮打別人臉 偷說的是 是 表姐 你今天可真漂亮 表姐 我去看一下人來的怎麼樣 嗯 看 啊 今天 羅俊逸 你怎麼又過來 你居然還有臉來這裡 滾出去 今天 你原諒我吧 我也只是太喜歡你了 一時糊塗 才會做出這種事 這樣 只要你把這杯酒喝下 我保證 以後再也不會糾纏你 你說真的 真的 我保證 以後再也不會出現在你院前 酒先放著 我會喝的 你出去吧 好 我這就走 小燈 對 我讓你走 我進行 今天 剛才 陳菲 就埋下的女儿 今天是他大使的日子 作为交杯酒 再合适不过了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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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这酒有问题 不可能啊 这酒是我亲自打开的 况且你也喝了 你怎么没事啊 酒杯被人动了手脚 晴天 你感觉怎么样 晴天 晴天 你怎么分身 晴天 是我晴天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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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没事吧 他没事 应该是被父亲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不错 还真是一场好戏 全门江家的后代 还真是让我又惊又喜 江一柳 期待下一次跟你见面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你是谁 给我珍重 三爷 你没事吧 我 一柳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晴天 晴天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嗯 一柳 婚礼上的事 我都听爸爸跟我讲了 你没事吧 你放心吧 我已经好多了 你说 我怎么会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还能打伤你 我 全天下 能打伤我的可没几个人 恭喜你 现在已经成为 全天下的 顶尖高手之音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晴天 我一定会 先进我的所有保护 再也不会让你受到 一丝一毫的伤害 这一次 实在是因为我的疏忽 你放心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谢谢你 我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小三爷 你想啊 婚礼上的事 我们就好 是什么情况 婚礼上出现的那个人 就是鬼月门少都少 而对杯子斗手脚的 是罗金逸 罗金逸他 突然变得很奇怪 罗军逸 他怎么也来 我们从监龙中查到 他去夏小姐房间待了一会儿 准备离开时 整个人就变得奇怪了几乎 给我看看 他从夏小姐房间离开之后 突然间开始盗着走 盗着走 那不就是 不错 是西江的蛊虫 快点 傀儡症 意思是 他被人操控了吗 这是一种蛊法 将蛊虫 种在人的体内 种蛊者 会变得力道无比 不会疼痛 但是 也会失去自我意识 他去你房间之后 有没有对你说些什么 他给了我一杯酒 但是我倒掉了 原来是这样 夏小姐的一种招 而罗俊逸 却被操控着去了厨房 对被死动了手脚 可是目前罗俊逸已经失踪 我们也查不出 他去了哪里 一定要跟紧 这个骨勺的动向 罗俊逸的失踪 跟他拖不了干系 别按我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 他们现在想干什么 但是一定不能让青天 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对了 忘了说了 恭喜你们完婚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到底被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我差点就没让你抓住了 我的傀儡是怎么样 不是你让我救你 帮你请去了 你不应该感谢我 你怎么想对我对我 你已经没有兵价 我找到了更合适的钱 是你 珍珍 既然是你 这个贱人 居然被对我勾到伤了骨勺 谁让他这么没用 靠你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夏晴天踩在脚下 怎么样 这蝎蕎臭 果然用在女子身上更多事息 多谢主人赐予我的意 等我解决了风水界盛世的衡胶 你就把夏晴天给你带了 是 届时我神功大 鬼灵一开 这天性就说鬼运门的了 小三爷 鬼运门弟子越来越猖狂了 最近玄门弟子不堪其容 发生了几次冲突 又是鬼运门 听说血液的即将到来 这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奇观 鬼运门最近可能会有大当作 你要多加防范 我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对了 小三爷 这是学问提下王氏送来的 说是给您置办的住处 是玉龙湾楼王一栋 这么客气 您要是不低调啊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您面前呢 现在夏家也被盯上了 换个地方住也好 需要送您过去吗 不用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还得准备一些东西 给我老婆一个惊喜 小三爷慢走 这就是传说中的 这座房子坐北朝南 标平坡 四平八稳 不错 果然是楼王 这座房子血气怎么这么重 按照这个不绝不应该啊 是上次的 难道是鬼月门 陈医师 我爷爷的病 真的没有问题吗 白小姐你放心 我给白老爷子 这个病症 看了不下几十例呢 有老夫在 保证守到勤来 那为什么 我爷爷还是没有好呢 这个 白老爷的症状啊 比普通患者更重一些 自然恢复起来 也要更缓慢一些 不过白小姐请放心 最多半个月时间 白老爷子就会恢复如初了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陈医师 这是这次的诊金 好好 有没有搞错 一个庸医也能拿这么多钱 这位小姐 如果你求求我 我倒是可以救你爷爷一命 哪来的毛头小子 敢在这里放肆 你是谁 这位小姐 你爷爷得病 是因为这座房子有邪煞 如果不去除其中的邪气的话 别说半年了 你爷爷今晚都狠了 哪里来的骗子 竟敢诅诅我爷爷 我没有再咒你爷爷 这座房子乌云遮顶 斜煞聚集 现在只是你爷爷病倒 用不了多久 就该轮到你了 胡说八道 我爷爷就是风水师 这房子是他亲自看的 绝不可能有问题 原来是风水师 难怪 一个神棍 居然骗到老夫和白小姐的头上 老夫 医治白老爷子 已经半年多了 白老爷子分明就是年老体衰 身患重症 难怪呢 原来是被你这个佣衣 给耽误了半年 陈医师是我从京都请来的首席带 号称国医圣神 你竟然敢诬蔑陈老 找死 国医圣神又如何 我老婆上次就差点被一个国医圣神给治死 白小姐 这就是混进别墅区的一个骗子 给他点钱 打不出去就得了 真以为我稀罕给你治病 要治就治 不治拉倒 到时候可别来求着我 你 真是事风日下 让一个骗子骗了这么多钱 都购买别墅的了 小姐 不好了 搞爷子突然突血了 你说什么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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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师 我爷爷这是怎么了 排到爷子这是癫痫犯了 你按住他 我给他喂药 爷爷 爷爷 这点药丸啊 风气活血 老夫出手啊 保重药药到病除啊 好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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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白小姐 他叫你我呀 怎么 他让人说的是真的 大师 大师 你来干什么 大师 请你救救我 这位小姐 刚才是你把我给赶走 现在你要我回去我就会 是 我永远不是大师 还请大师 出手相救 好吧 不过你记着 你欠我一次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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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姐 你怎么把这个江湖 故事给找回来了 现在只有大师能救我爷爷 他一个江湖骗子 你 你有刑医执照吗 没有 你看 他连刑医执照都没有 你就敢让他给白老爷子看病 那不是害人吗 大师 只要你能救我爷爷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你这不是疯了吗 想让我救他也可以 但是到时候 你必须要让他当众给我道歉 而且大喊三声 我是庸医 狂啊 白小姐 如果你让这个江湖骗子给白老爷子治病 那我以后绝对不答应再给白老爷子看病 你给我闭嘴 你把我爷爷治成这个样子 我还没有跟你算账 如果他老人家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就别想飞在猪场呆了 我 但是 这 有人在吸取老爷子的血气惊奇 什么 当我习惯了白北灯火的书 整个白石集团 就都是我鬼月门的 恭喜主人 功力又精进一份 恭喜无极 主人 主人 你怎么了 有人破了我的束缚 又是全门江家 江家 难道是那个江一流 没错 是他 江一流 我一定杀了你 把江家斩草出根 去 把江一流给我杀了 是 爷爷 你终于醒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明明就是个 招摇撞骗的 江湖神棍呢 有些人啊 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 事实证明 江先生是个有本事的人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敢兑现承诺就算了 还赖死你干什么 你是 江三爷的孙子 小柳啊 老爷子 您认识我 我还知道 是你救了我 虽然我无法控制自己 但你们做的一切 我都知道 我呀 跟你爷爷 也算是老朋友了 你还认识我爷爷 你快跟我讲讲 您跟他的事情 没想到啊 你们还认识 那你们先聊 爷爷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你爷爷啊 人称亲马神帅 当初在悬门中啊 他为主 我为父 悬门啊 在他的带领下 风头无两 现在的你 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爷爷给我指派一门婚事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我娶她 当年呢 我听你爷爷提起过 你是 天上决心 命中多劫难 你爷爷啊 费尽千辛万苦 才保住了你的性命 当年呢 他为一个注定找遥的 小女孩换命 换过命的人呢 跳了六道之外 你与她成婚 能克制你的命格 保你一生无忧 原来是这样 竟然是我自己选择的今天 如今你还活着 想必啊 已经结婚了吧 你说我爷爷真是的 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能跟我直说 你小子 天生桀骜不幸 如果知道被逼婚了 早就啊 一走了之了 自己去想办法 解决去了 哪会委屈自己啊 还是我爷爷了解我 不过我也不亏 白逃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不过小柳啊 你要留意一件事 你妻子的性命呢 不在生死铺上 而无名之魂呢 恰是开启鬼门的钥匙 鬼月门呢 一直在暗地里虎视眈眈眈 想要尝试打开鬼门 他们啊 肯定不会放过你妻子 有来是这样 难怪鬼月门一直对晴天 仅追不舍的 开启鬼门 还有一个条件 那便是雪月之一 今年呢 便有一次雪月 你们剩下的时间呢 不多了 得多加小心 什么 今天出车祸了 老爷子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下次再跟你聊 这怎么了 走得匆匆忙忙呢 爷爷 这个人是谁啊 看起来还挺厉害的 那可是三爷的孙子 三爷啊 可比你爷爷强度了 他孙子 未来的成就啊 也必定不小 那 我把他拿下 您觉得怎么样啊 你要有了本事 也可以 他可是结了婚的 那又怎么样 就没有出不倒的钱 再说了 大不了 让他享受其人之福嘛 没事 晴天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司机突然发病 撞到了树上 不过好在人没事 已经送去医院了 没事就好 他人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发现什么了吗 驾驶室 之前被人吓过头 如果开车人是你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就让司机来开车 没想到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你放心 以后我会寸步不虑 一切也安全而住 嗯 好 这么晚了还不睡 你知道吗 罗氏集团破产了 罗俊逸不知所踪 现在我们公司 正在忙着 收购罗氏集团 留下来的项目呢 活该 他们都是报应 这件事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会跟我有关呢 不管了 罗氏倒了也是好事 不过最近 京城白家 入住了朱城 我们估计也捞不到 什么好处 但是有王氏集团的合作 我们公司最近 发展还是可以的 哎 行了 快睡吧 睡饱了才有力气 你就睡这儿啊 当然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会寸步不移地 保护你的 再说了 咱俩已经结婚了 那睡起不是很正常 那随便你 快睡吧 快睡吧 怎么这么丑啊 啊 这手 珍珍 怎么是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你这个表妹 身上全是鬼远门的气息 看来早就被点舞了 珍珍 我和你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小人人都说我不如你 凭什么 凭什么公司也要给你 你竟然是这么想的 我们家带你不保啊 熟悉已经落到了你们手里 要杀要挂 习庭尊便 一流不要 放了他吧 从此以后 他与我们下降恩断义绝 想不到车祸也是他们搞的鬼 鬼远门现在越来越四无忌惮了 我不怕他们 可是 我怕我保护不好用 这样 我先把你送出主城 嗯 请 鬼远门想利用你开鬼门 你要是被抓住的话肯定会没命了 我先送你回悬门 这样你就安全了 嗯 喂 什么 我这就回去 怎么回事 咱们得回去了 我爸住院了 我们这都快出世去了 这很有可能是鬼远门的陷阱 是陷阱 我也得回去 那可是我爸 我不能坐视不管呀 爸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秦天 你怎么来了 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你住院了 我这就赶过来了 啊 下人阵 暴露了公司的机密 我们把好多项目都慌了 公司啊 面临着巨额的亏损 远看就要破产了 我也是激活恭喜 救人是他 不说这些了 秦天 你还是跟我离开吧 爸 我不走 我不能留你自己在这 您安心养病吧 公司的事我来处理 好吧 终于安全了 你如果继续坚持留在这里的话 会越来越危险的 我知道 玉柳 可是这是我爸 他一个人辛辛苦苦地 把我拉扯到大 公司是他全部的心血 我不可能让他自己 一个人面对这些 况且 放走珍珍是我的主意 出现这种后果 我应该来承担 公司出事了 我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好 只要你想 我就一直在这陪着你 我们一起面对 大家都安静一下 听我说 这次公司的难关 我已经了解了 我会想办法度过的 有什么办法呀 现在连房市集团都不帮我们了 我看公司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要退股 伯父伯母 你们都是跟着我爸 一起打拼起来的 你们怎么 青天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 我这么大年纪了 手里没钱 心里没底呀 好了 大家相识一场 你们抛售的股份 我通通都买了 就这样吧 散会 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 要吃这么多股 肯定要喝很多钱吧 实在不行 就只能把不动产都变卖了 都是我爸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我爸也不想亏待他们 你怎么就不知道 问问我呢 你的男人 宜挂千金 想要钱还不容易啊 这样 你给我说两句好听的 肯定有大把的人 拿着钱上门找你 你呀 就知道吹牛 你不是说身为门主 不能用这些求财手段吗 你这么快就忘了 那我不是还有很多手下吗 夏总 有一位白小姐来找您 说要找您和江先生 谈一下生意 白小姐 你认识吗 不认识 见一见就知道了 让她进来吧 好 是你 江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你认识她 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那我们关系可就生了 我这次啊 不是特意为她而来的 老婆 你别听她胡说 我只是之前救过她爷儿人 什么 江一柳 在外面玩得挺开啊 都见过家长了 老婆 你别信 真的没有 喂 爸 青天 你有没有好好接待人 白氏企业的白总啊 白氏 什么白氏 就是帝都的白氏企业啊 今天啊 白氏企业来人 突然告诉我 说投资我们公司 这么好的机会 青天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夏小姐 我是白氏企业的总裁白薇薇 这一次 您知道我来是干什么了吧 我不理解 白小姐 为何看中我们公司 要投资我们 你们公司 在我白薇薇眼里 确实不知一及 但是 江先生 我很看中她 哈 这个 是注资协议 只要夏小姐同意 这些资金啊 马上就能帮夏家渡过难关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请江先生 来我把斥责 他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闲人 你要他去你们公司干什么 既然夏小姐 觉得江先生什么都不会 闹来我白氏 就更没有关系了 我不会拿我老公来做交易的 夏小姐 你可别忘了 你们的公司 即将面临破产 只有我们白氏 能够救你 白薇薇 我救了你爷爷 你就这么乱将仇报是吧 江先生你说什么呢 我明明啊 是来帮你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江先生来我公司的事 以后再说吧 是 夏小姐 那把你老公弊我一下 就可以了 你 他又不是什么物品 我哪有借的权利 你自便吧 青天 我 别跟着我 我 白薇薇 有事说事你 别动手动脚的 一流哥哥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我就让你做我们白氏的副总裁 我又不会经商 你为什么让我做你副总 因为 你是我白薇薇看上的男人 哎呀 白薇薇 我已经结婚了 是有夫之夫 我又不介意 再说了 难道 我还比不上夏静天 难道 我还比不上夏静天 白薇薇 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吧 小英明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个渣男 美女 心情不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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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走啊 你想干什么 别碰我 别动我 啊 敢动我 你的女人 滚 放开我 你没事吧 静 别管我 你喝醉了 没有 别管我 啊 我要先回公司一趟 我正好有些事情 你自己可以忙 没事 我就拿个文件就回来 一路小心 把我腰的东西 给我送过来 珍珍珍 你怎么在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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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放开小行李 孤奶奶练舞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那吃奶呢 孤奶奶练舞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那吃奶呢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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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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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种 今天应该就安全了 天一流 在哪儿 有人要绑下你老婆 你说什么 番秀 那什么情况 喂 这个女的怎么办 一起带给门主 是 喂 住手 真不可以能找到这儿了 夏真真又是你 你这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我算不到晴天的位置 是你动了手脚吧 晴天的放过你 居然还做这样的事情 赶紧把他给我放了 我不需要你们装磨自然的好戏 想救人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居然给自己中 不这样 不过你呢 赶紧告诉我晴天的效果 我死的都不会告诉你 那你就去死吧 白衣卫贝 有一个男人 把夏亭杰带走了 他说什么今天是月食之夜 鬼门大开的好日子 要带他去龙曼 要把他先进 龙曼 我知道在哪了 晴天 江义岭 你不是江家后人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我倒要看看 如何救他 这是开启鬼界大门的证明 也运一到 朕把开启鬼门打开 那时候 我就能统领白鬼 踏平人间 血月 还有十分钟 血月就要开始了 我上 成功了 不好 我以为你没事吧 别管我 拒绝青天 鬼门一开 我招去鸡饼不会霸枪 夏青天必死无疑 休想 你这么想鬼门开 那我就把你当成鸡饼送回去 我是无惑之人 你杀了我也关不了鬼门 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是办法 不可能 我做鬼也不做过你 中天神法 听我号令 死鬼门 滚 静天 静天 门主 到处失败了 废物别恶 江家人一次次坏我好事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你是说 你把我的八字铁给了古少 让他当了我的替死鬼 嗯 这只是一种张言法 都是姓谷的高度鬼 他现在 也算是自得恶果吧 现在好了 隐患都解除了 我也可以过上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了 瞎说什么呢 谁要给你生孩子 好好好 那不生就不生呗 反正我也不像我的孩子 像我一样 无比三缺 像我这么苦 什么意思 跟我在一起生我很苦吗 没有 有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 做我的老婆 我怎么会苦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一流哥 一流哥 一流 我回来找你了 师爷 还有我 好啊你 看来你的好妹妹是真不少 不把他们解决了 你就别回家了 老婆 我跟他们真没关系啊 老婆你等等我 一流哥你别走啊 等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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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